大家好呀 我是妍妍 这会我要去获获我的那个玄业 鸡心美人 因为之前一直都想砍一些头 种着重新种 种成大爆盆的那种 这次正好回来了一些 我全部把它砍头了 留几盆 万一你们有药的 到时候又找不到了 这会走吧 我们先去获获那个品种 它跟那个薄雪万年草 长得特别像 但是比薄雪万年草更有形一点 我刚刚给上次的那个 白月光浇水的时候 好像不小心 撒了一点水在上面 但是这个影响不大 这会先来剪吧 给它剪一些 像这种长的就该剪了 浇点水 让它下面重新冒新的出来 今天这个不要剪太长了 剪太长了 擦的时候又不好擦的 现在都是一天都在 翻子的路上 变得好看的 都想多翻子点的 今天回来的头带 我麻烦他们在帮我摆 这种抹泡泡球球的安逸啊 我看这头带圆滚滚的好多头 我朋友好多都是给我挑那种头多的 多发回来的 像这种 这边都尝在里面的 看昨天的美心井 今天才弄 因为太多泡沫球了 昨天又有点忙 你看它的这个美心井 每一个都超多头 超级多头的美心井 特好看 这战斗力还是蛮厉害的 你看吧 把那种大的就剪了 这种小的都给它留着 我就剪了这一盘 这一盘给大家留着 大家到时候有朋友需要的 到时候好挑 不然我都会全部剪光秃秃的 你们要的时候 就全部都没有头了 这个 这个品种吧 剪起来也挺快的 就是往盆里面擦的时候 可能就比较疗火 就这样看 好像毛毛虫呀 这种样子 有点湿 等到明后天 明天 明天就可以擦了 这边会在上盆的 清零要到了 我们昨天都去了 昨天数了一下午的票子 把这个晾着 晾着明天再擦 明天拿个盆 擦到那边新的大棚里面去 这一盘桥衣还挺好看的 这一颗感觉就有点坠了一样 有一点坠话这种 三个头的坠话 桥衣挺漂亮的 再把这个红手指 捣到起 红手指 我之前露羊到娘家那边的 脸上好多年哦 长得肥红 还好看 一直都想找这个品种 都没找到 这还终于大坡 把三个品种慢慢一坡 还种得满点这儿的 圆了 这红手指的梦 三下午 昨儿就是满满的一盆 现在有多人就是任性 随随便便一种 长得不好的一种 就是一大盆 我等它长浮盆以后 然后把这下面的 然后再给它铺一点 那个铺面石 就更好看了 先种在这里 盖好神树 两盆种好了 等明天后天 后天会来浇一次大水 就可以半个月不管它 等它自己长根 就是给它盘里面浇水 红手指 红颜色的手指 特别像 我这会儿要去 要去大包了 还有一些还没放箱 待会儿要拉下去 拉到城里面 给大家发货 没关系